为什么你的学习能力差 简单 那今天这期就要视频呢 其实不仅限于PS的学习啊 我只是从PS的学习的这些过程中 以及我遇到的小伙伴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 我总结出来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学习能力差 你可以参考一下啊 好 首先第一点 懒 太懒了 比如说我的某一个就要视频 那你只是看会了 你又不动手 有动手的 但是呢 哪一步做不对了 那就只会抱怨 只会在评论里啊 为什么我操作不对 一旦你做不出来 你就会质疑是我教的一个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你刚接触这个软件 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明白 不可能别人一说你就懂 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查资料懒得查 对吧 去验证一下 也懒得验证 动手也懒得动手 那你学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学不了的啊 不解释于PS的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动起手来多思考啊 一定不要懒了 好吧 然后第二点 完全不会思考 那比如我说 我讲了图片的这个智能对象 它的一些用法 哎 然后我又讲了修改文字 转化为智能对象 他就会问 为什么要转化为智能对象啊 那智能对象的课程 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然后你为什么不想一下 转化为智能对象 它的好处是干嘛 再比如说 我讲了一个巨型选框工具 哎 你知道它是做选框用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遇到不规则的形状 这巨型选框工具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那用什么呀 想一下 多去想 一定要去思考 要懂得举一反三 这个词大家都懂 但是呢 在现实中 大家都不去用 大家已经完全去摒弃了这种想法 我一直觉得 现在完全是一个傻子时代 这句话可能有点讽刺 但是是事实 大家去看那些广告 这个就是最直白的体现 比如说那些做借贷的 什么借钱很便宜 利息很便宜 那怎么着 你借的钱不用还 你就想到他告诉你借钱便宜 借钱便宜 我就借 不用还的是吗 去想一下后果 明白吗 然后第三点 只许目标 忽视基础 比如说某一些某宝的电商的店主 这段时间要用到抠图 要把图片做出来 做白底图 那就我就要抠图了 然后我的图片颜色不好看 我就要调色了 记住了 PS这类设计类的软件 它永远是你的牢固基础 是决定你今后使用熟练度 以及做出来图片好坏的一个标准 而不是说你要学什么就要干嘛 那这样简单哥非常缺钱 谁能告诉我一天赚一百万的方法 不要说抢延行 我要正规的方法 而且还要不累那种 能吗 如果不能 那么一定要注重基础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已经强调不止一遍两遍了 然后第四点 盲目自信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点呢 尽量有小伙伴过来 那个简单哥我要跟你学 我说零基础嘛 不 我自己 我学过 但是好长时间没用了 然后你就问他 这个你大概学到什么程度啊 了解了一通之后 大概也明白 你就知道左边的这个是移动工具 这个是选框工具 这个是裁减工具 怎么用都不知道 甚至有很多人拿一张图片过来 简单哥你帮我改一下呗 然后我说你有基础吗 有啊 我说有基础 这样图就应该会改 因为是最简单的 然后他都不会 然后告诉我有基础啊 所以真的别盲目自信 这个东西你会了就是会了 不会就是不会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啊 然后第五点 只看不动手 这点我之前也提过啊 相信有很多人啊 就是看到我这段视频还不错啊 到时参加吃灰啊 再也不动手了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如果说你真正对修徒感兴趣 或者说你生活中工作中用得到 那么一定要去动手 你只有动手了 才能知道哪一步容易出问题 明白吗 老话怎么说呀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对不对 跪在实践 不在于说你把它看会了 看会了 不等于会了 只有真正的去动手操作一遍 你能记住这个过程 那才是真正会了啊 第六点 追求速成啊 这个问题我强调不止一千遍 一万遍了 这跟第三点其实是一样的啊 就是不学技术 打死都不学啊 动不动 你看现在营生号多没有良心 说那话 三个月速成月星过万 我的天啊 那钱那么好挣吗 自己去想想啊 稍微去动脑思考一下啊 第二点 一定要学会思考 别人说的话不一定全对 尤其是现在自媒体时代 这些说话 自媒体为了流量 为了钱 那是真的什么都敢说 什么事都敢做 啊 去思考一下 去想一下 这个事可能速成吗 都知道医生 大夫赚钱 对吗 你知道学医要经历多久的这个周期吗 从你学到你到你实习 到你跟着临床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一个过程十几二十年啊 有速成的吗 你能说这个今天我得病了 明天我去学个医 我速成一下 明天我就给自己看病 省多少钱啊 是不是 不可能的呀 所以说放弃这些不现实的目标啊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来啊 任何的学习啊 软件啊 课程啊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啊 重视基础 我慢慢来啊 坚持下去 那你的效果一定不会差了 你早晚能学成 明白了吗 搞定了